慧哥 你抽表哥的烟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抽表哥的烟啊 慧哥 喂 慧哥 不要动我 这个是 起来 哦 敲头了 慧哥 嗯 哇 老闆 为了这一趟前行 为了这一趟湖南之行 我们是下了血本 为了去湖南 哎呀 看一下 慧哥怎么拿着有你的份 不是你叫我来了吗 嘿 做好 这个 那我们做 哎 读书 一 二 三 四 好像成本越来越高了不现在啊 这个是 什么呢 你也不说 多胡鑽 要关系练瘠的吗 要关系练瘠的吗 相机啊 sulfate ひ 웅 这个是云台吗 嗯 先研究一下没有没有时间了 再不研究就不会用去到那里 蛤屁了 哎 一把枪了 你个鬼 你怕我不想 哇 哇 哇 你走开 我挑的是便宜的那一款 还有一款要贵一千多 买的行 几百块了 几百啊 你这个是云台 这便宜的要几千 这个 这个是三千多 二手吧 哈哈哈 表哥你会说话吗 哈哈哈 哈哈 表哥从他他手里到你手里就是二手的了 对啊 哈哈 这个 你能不能 走开 慧哥 你不走开我就想你了不想一口先 想一口 想一口 我给你玩 那你也要玩我的你又不给我想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 你帮忙你把它带走 把这个箱子给他玩 把箱子拿去给他玩 他偏偏不想玩箱子 哈哈哈 这里还有个东西 这里 这里 啊 给你给你给你到里面去 里面没有那么热 到里面去玩去了啊 不来这里了啊 好出去 哈哈哈 到里面去啊 来了就这么干坐在这里吗 嗯 嗯 彷徨 麻烦 哈哈哈哈 那没不好玩的 要玩这里 哈哈哈 看看 这个是这边的哈 这个是这个架子的 这个架子的 嗯 大江的 看这边有说明书 拿着这个东西在这里 哦 这样 没有说 没有说 这个 哎 怎么又是英文的呗 哈哈哈 你怎么考验我干什么呢 这个有中文的 安装手柄 这个手柄是上哪里的 我在哪里 哎呀 你这个 你爸嫌弃你呢 这个 好 好 这样子的 我我我们 我们先安装先 太笨了 等一下要按 等一下要按 嗯 先先装好 好重啊 比相机还重啊 嗯 比相机重哦 搞个鬼啊 哈哈 我看那拍的人 嗯 扛了这个再扛了这个 这个都一斤多了 来来 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你不是可以装这种吗 装这种的吗 嗯 装小的吗 我是大相机 大相机 我去拍的东西 自己切东西拍的很重要的 嗯 然后呢 然后啊 然后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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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蛋 这个比相机重了三倍 好 不一样了吗 两个手品一起来了吗 嗯 前面还是有个高 感觉 我放下来的时候 前面有点高 高没 高不高 高好平衡啊 平衡不 不高不高 不高不高是吧 就这么拍啊 不管你往哪里去 那都是正的 但是 你现在还没开店 开店了它更平稳 嗯 开店了它就会跟胶跑 这样子它是可以转的 这样子它可以转的 但是我一放下来之后 它只能转一边 那它就过不来这边 就起来才能过这边 这样子怎么行呢 它只能这样子来 到时候就只能这么跑 这样子扛着跑 这样子扛着跑 这得多累啊 这么晃拍出来是什么感觉啊 你先把它 先把它研究好 再试一下 我现在觉得 我总感觉 现在还没研究好 没正确 你跟拍的时候 你不可能像现在那么平稳的啦 你肯定得得抖动的 你要是跟跟抢镜头的时候 你还像那么温柔吗 你看 现在没有人是狗多 我只是跟 这么简单 可以让试一下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来到了我们 疯疯的工作室 欢迎电视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 大家热烈如掌 欢迎由淡早饭先生 我想为大家讲解我们云台的这个教材 这个教材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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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跟教 人都不见了 转过来 这个要跟着转 走 来 我这样转过来 我肯定走的时候 这样转了你就跟不过来了 你就跟不上了 如果我们跟麦的话 我不会考虑你 你只会考虑我 那我这样转过来 你进到你就转过来 你转过过来了 你跟不上来了 这个镜头 如果我要走住的话 有点跟不上 这个在这里 这个球队不是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这个手在控制的 不是 不是 那你把这个方向转到那边 你听我说 跟拍的时候不是去转的 跟拍的时候我一走过来 你用这个云台一晃它 这个就跟过来了 没有 没有 你往这边 你往那边 云台往那边转一下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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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云台晃动 它就这个镜头它也晃动了 怎么搞 还能怎么搞 开机 回味 这个好多了 要什么蹄虎啊 还有那个挂脖子的那个 那里啊 一上面看一下 那个绑袋在哪里 哎呀 这下轻松多了 把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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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笔拆了 你不怕 这样子 这样子就不累了吧 那 随便走 嗯 炒饭你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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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拍出来的东西等不等的 是吧 试一段 嗯 虽然我们操作不是很溜 嗯 这个焦给阿勇操作一下 肯定就溜了 哦 那后来比阿勇了 操作了 它不累了 哈哈哈哈 这样吧 看一下看一下 好 把这个拿下来放一下 好了 这个终于 吃完了 吃比半个超过 等下接下来慢慢的再研究一下 好好学习 嗯 OK 来 把相机 切下来拿卡出来练一下 哎呦 这玩意不好不好不好玩了 不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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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它能平衡的话 能拍出来更多 有质量的东西的话 那还是可以的 剩下的可以 走 做什么 相机就中了这个三斤多啊 差不多四斤 一起加起来五六斤 你说要一个摄影师 拿着五六斤的东西这么干下去 你一定要有那个 因为你还要一个人来调焦距 你拍着拍着它就磨 你又不调就不行了 如果它等它用换 确定这个好用心 我就买个那个胶轮回来 它自动对焦了 买的线 跟胶轮 它就自动对焦 控制这个相机了 这个样子的 嗯 OK 好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我们把这个试一下看一下 让我取这个试一下 把这个收一下 嗯 哎呀期待咱们这一趟去福南 这个东西希望没有白费 希望能够拍出好的东西出来 能拍出更好的东西 需要给大家分享 拜拜